小宝处今天公布 抽查台北市 新竹 台中等六个地方 三十家补习班 我觉得小宝处要有一个热忱的心 然后要很激烈 天气冷就会有很多人想要泡汤 也有人是买温泉粉在家里自己泡澡 不过小宝处抽查四十五件温泉粉 百分之九十七以上和温泉一点关系都没有 春季有业者就这样讲说 你这样不公平啊什么的 我就说我没有不公平 因为我本来就是 我叫消费者保护官 这是我在支撑 每当有消费争议 或是食品安全发生问题时 有一群人就会亲上火线 参与鸡茶 捍卫米果的权益 他们是消费者保护官 你曾经算过自己一天的消费行为吗 根据统计 全台湾每户家庭一年要支出72.9万元 平均每人每年花费22万元左右 消费项目也从基本的食衣住行 所以不公觉得自己没有获得应有的权益时 你知道你该怎么办吗 这里是设在台北市政府一楼的消费者服务中心 他们每年都会接到超过一万笔消费申诉案件 数量居全台之冠 尤其是2013年下半年时 发生的一连串食品安全事件 让消负中心更是忙得不可开交 如果说有购买证明也可以 比如说刷卡单 或是说送购单 发票 然后连牛皮一起带过去 吴颖恩担任消负职工16年了 对他来说 因为消费行为千变万化 所以这份工作永远做不腻 因为我是好奇宝宝 所以我不懂的东西 我都很想要去学 然后在我职工接触面很广 什么问题都会碰到 这个东西很好 这是台北市政府的消费者 只要讲个性 针对食品安全事件层出不穷 台北市政府也经浮起 替消费者打团体诉讼的责任 消费者提出第一次申诉之后 如果没有获得妥善回应 可以再次提出申诉 或申请调解 这时就会有消保官出面 好保护民众的权益 所以那一天去他们是不同意的 好奇怪 对吧 你信通消费者保护法多拿 消费官它是一个比较活的 活的一个单位 他要每天面对民众 统计起来台北市民一天 可能有数十亿个消费行为 那我们就要处理这数亿个消费行为里面 有争议的这些案件 那你根本不可能把所有的案件 统统移到他那边去 消保官这个职务 源自于瑞典在西元1970年代发展的制度 台湾在西元1995年开始实施 各级县市政府都设有消保官庶民 负责调解消费争议 维持消费市场的正常运作 在台北市 六名消保官每年平均要处理两千多件调解案 案件的内容可以说是包山包海五花八门 我们消保官可以做的事情 从食欲住行娱乐 从出生到死亡 可以说都是我们工作范围 这些问题有大有小 有一些消费政策案件数千万的 像买卖房子 那有些金额它可能是几百块 不过每一件事情在消费者心中都是一件大事 所以我们能够帮他解决这些事情 解决这些大事 应该都是该做善事 做好事 是 谢谢您要 我们想让他们的通知 如果退费的方案公告在哪边 今天有没有 今天有没有 三家都没有 对对对 三家都没有公告退费跟退货的方式 我们会我先告知 一些收入的部分 就是针对这些 不该下架的商品 做一些正常的退货程序 不是你要我一个公告啊 好我们会再改参 是 您怎么通知消费者怎么来办理退货 他们三大米商 所有的违规米确实都已经下架了 那有关于退费的部分 他们在各个媒体上面说 他们愿意来退费 来退货 但是我们发现 现场并没有任何的公告 今天消保官要处理的案件 就是一再引发轩然大波的混米事件 这个上架就有这些吗 那目前我们有上架到这些 所以只要来看三大米商 他们退款或退费的规定 有没有公告 有三家嘛 三大米商他们违规的米那么多 那现在消费者要退费 到底哪一种方式可以退费 我们现在只要确认你有单据 是在这边购买到就可以了 但是我们需要是公告 让消费者知道 这个下架法里面规定就是 你要通用介绍消费信息的消费者嘛 那制造商他今天嘴巴讲说 因为三大米商他们之前被农委会 他们查到有20几种违规的米 这些违规的米对消费者来讲 是去侵害到消费的财产 让消费者聪明了解 不能够嘴巴讲说我要退货 要退费 可是从来没有一个讯息让消费者知道 所以我们今天要特别针对这个部分 要求业者要去落实他退费的方式 那第二个部分就是我们想了解一下 他现在这些违规产品是不是也充分下架 三成三号米 虽然引起这次事件的制造商 并不在台北市 但却以台北市的消费者为最大宗 肖保官也秉持着一贯的鸡婆精神 盯紧各大卖场做好换货退款的准备 为了处理这些消费者心目中的大事 台北市的六个肖保官 每个人每天都有好几件申诉案 等着他们开调解会 欣赏在做什么 我在看一个等一下的一个消费征营的开会资料 那这个是一个婚纱的业者 婚纱的一个消费征申诉的案件 消费者跑到那个婚纱站的时候 然后就签订了这个婚纱7月以后 因为他自己后悔了 然后想要请求业者这边退费 她是龚千雅 出生医师士将法律系毕业之后 成为公务员 一个人就是一天有可能有八场 这样子的协调会 所以是难度 好双方号 好我先做介绍 在转任消费官之前 龚千雅在研考会 负责政策规划的法律事务 但她的个性喜欢跟人接触 现在的消费工作让她乐在其中 定计是不退的 那先生当时签约的时候 你是已经把全额刷清了 所以是当天就全部付清了吗 对没有错 当天全部付清 用刷考的报纸 在这个七月范本的第十二条里面 有提到说就是 业者这边可以收受定金 尤其是处理以女性 为主要消费群的商品争议时 龚千雅会以自身的经验 来体会消费者的难处 保证女性消费者的权益 例如比如说像美容 或者是瘦身的 这样子的一个行业 那我们有时候在处理的过程当中 然后那个消费者这边就会提出说 比如说她在接受这些 接受这些美容的 这个配套的一个服务的时候 然后中间所产生的一个争议 就是自身会比较有这样子的经验 所以其实就很容易去理解 说业者跟消费者这边 所提出来的那个议题 然后跟她的争议点到底在哪里 龚千雅以自身的经验 在协调会上以坚定 调理分明的态度来处理 女性温婉的特质 反而更能压制住双方的怒气 这样的调解会在台北市政府里 每天都要上演好几场 每一个消保官都有自己心中的一把尺 如果说那个在20%的范围之内 然后免定在契约里头的话 那业者这边可以收取定金 是在20% 所以在于消费者协商 跟调解这一块 有可能你的事实面 你的法律面 就没有像你去办理其他的法制业务 那么样的把法制摆在前面 就是面对到不同人 不同case的一个协商 其实他那个 当然那个情理法的那个顺位 都会有说调整这样子 所以我就说我的原则就是就事论事 那是怎么样 像法律规定怎么样就怎么样 但是有一些个案的考量 还是做调整这样子 公平他其实并不是把那个悄悄办 弄到一个完全平衡的状态 因为在我们现在的一个社会里头 其实一高一低是没有办法避免的 那我们会希望说就是强势的 就是强势的这一方 要多担待劣势的这一方 这是2013年台北旅展 短短四天吸引了9万6千多人次入场 其中也包括了消保官王志宇 需要去世贸山馆查核里展的厂商 那有关他的地形化区 还有礼券 有没有符合相关的规定 我们想说如果说能够查出 他有一些不合法的地方 我们就要限期改正 地形改正下架 那这样的话以免说 他要礼券卖出去 卖了广大的消费者 到最后万一倒闭或怎么样 会造成很大的纠纷 这我们防坏于未来 限行查核 2007年开始担任台北市消保官的王志宇 是目前办公室里最资深的一位 为了今天在旅展的特别任务 他特别拍开了所有调检会 好 那我们今天查 这边有9家市曾经发生问题 是我们查核重点 是 什么呢 我们是地形查核 我们要查核一下六湖的 地形到七月还有礼券 OK OK 是 要关您这边的旅券 是 还有那个地形化七月问题 我说这边有没有旅馆住房的地形化七月 有没有带过来 地形化七月 没有带过来 没有带过来 那给我们看一下你的餐券或住宿券 就旅券跟餐券 住宿券跟餐券 好 准备一下这边 我们就要看旅券保证 旅券保证 好 旅券保证里面有写到 未使用完旅券以为不得消费 但我知道这个餐券或住宿券 通常不会有什么旅券的问题 但是就不能记载嘛 现在不会发生你就不要记载里面 谢谢 原来在以往的案例中 王志宇处理过无数件类似的个案 不管是旅展婚纱展还是家具展 消费者很容易因为现场买器的带动 而做出冲动的购买行为 所以这次台北市销保官决定主动出击 至少先确保展场内 没有不符销保规定的商品 这应该是ok啦 这应该会有没啦 他有没有写说不能找零什么什么的 也没有写吧 没有写 ok ok 那这一件部分就没有问题 这个地下圈 那些符合啦 那去先查凯撒吧 餐券 你会有没有餐券或住宿券 那有吗 我们之前也有提供旅展 这边是印券的 我们查这个旅券 只要去看有没有旅券保证 像他这边就有写到说 这个是由 照封银行 都有信托管理 很专用的 然后我们也要看他旅券保证 有没有超过一年 那这边说发行日期 买第15个月 这要超过一年了 他发行日期是 17号有多天嘛 这要这样绝对超过一年 那接下来看他这边有没有订 那个 不得记载的 我看一下有没有使用期限 他有优惠期间嘛 优惠期间 但优惠期间过的话呢 并不是说这个旅券就无效 那这样是ok的 而且他不能说第三方发行 也就是说他今天是 卖凯撒的礼券 他就要凯撒来发行 他这样看起来 他这个也是符合规定的 那还有一个就是说 有没有写不能找零的这个规定 没有没有 他没有写说不能找零 所以这个就是合格的礼券 就是合格的礼券 是不是 不好意思 我们在台北有趣点嘛 我们今天查的结果 我们查了五家嘛 那五家呢 它那个 之前过多或少都是 属于比较有违规的 太阳的厂商啦 那我们今天查 它那些违规的情形 都不存在了 那他们的礼券 基本上都符合规定 那有一家是涉及 它是不是 非法旅馆业者 那这部分 他们做了厘清 我们也上网发现 好像确实 可能是冤枉它 那我们会带 其文给别的县市 请他们去厘清 如果说业者它是合法的话 我们就应该还它公道 在转任消保官之前 王志宇对于自己的日常消费 并不特别重视 由于他的太太 比他更早接触消保业务 以往的他 还会笑太太职业病太重 出门去逛街的时候 他常常就说 嗯 这家店被申诉过 那家店被申诉过 我就觉得说 你好无聊 职业病好严重 但我当消保官以后 跟他就附唱附水 然后这家被申诉过 说嗯 不但被申诉过来 被申诉过五件 担任消保官青年 王志宇除了职业病之外 还学会不少新奇的知识 一辈子没玩过 线上游戏的他 对于专业的术语 却如数家珍 打怪打宝GM那些的 我们一般 学法律人根本不会了解 当消保官就有机会 去了解 偶然是这样子 现在游戏还有一些 地形化契约的规范 那个都是 一般六法学术里面 找不到的 消费市场瞬息万变 随时都有新的交易方式 新的消费争议产生 所以 消保官也得跟得上流行 不过 这并不是 消保官工作的最大挑战 他们最需要克服的 是每天在调解会上 所累积的负面情绪 那很真切的情绪 我带回家 有时候老婆或小孩子 只发生一些小小事情 我都会忍不住大吼回去 我自己都会吓一跳 因为那种负面情绪 会放在心里 所以后来慢慢学会 要接受它放下它 处理它以后要放下它 王志宇尚且如此 台北市消保官里 最资浅的潘红症 更需要学习放下他的智慧 我刚开始 比如说一天里面有一两场 造成你情绪很不好 你可能会影响你一天的情绪 刚开始会 我承认刚开始会 我先自我介绍一下 是台北市的消保官回去盘 那本件是王先生提起的消贝真理案 那王先生你先说明一下案情 那我最近去 因为你家里有点事情 那之前我去上那个 那个绘画的课 可是我在短时间我就觉得说 如果你这样继续下去 你的情绪永远被牵着走 那对自己也不好 那相对你情绪不好的话 我觉得会对办公室同事 也会有影响 上面也写说那是郑送 潘红症是办公室理工人 在调解桌上最严肃的消保官 遇上价值观偏差的消费者 他会好言相劝 但遇上不讲理的业者 他则是毫不客气的指责 所以我是觉得 第一短期补习班管理规则 第三十三条第一款 这个王先生 他是有权力可以请求 百分之九十五的退费 那半病不是 我觉得态度上还是有差啦 就是说我对业者 会比较强硬啦 对消费者 我就比较跟他讲说 你可能比较委婉的跟他讲 那我本来就比较站在消费者的 这一方来讲话 除非消费者 他是比较无理的要求 那相对他如果无理的要求 我也不会强制业者 你必须就得怎样 一般的纠纷不说 碰上社会注目的案件 例如潘洪正经手处理过的 标榜纯天然的面包商 却私下添加人工香料的事件 他坦言当时压力真的很大 那一定会 因为尤其是一个社会重大的事件 可是我觉得这个压力 相对的会促成我说 因为压力大会造成说 你更要认真更积极地去 去趕快处理这个案子 尤其这个案子影响的人这么多 那社会报团体出送这一部分 到今天为止 其实也应该到八百人了 对 那我们就是已经都跟消机会联络好 那到时候会依那个 三倍的那个惩罚性赔偿金 还有现在今年修正过的 食品卫生管理法案 帮民众来求偿 结束面包业者的案子之后 潘红正的工作仍然马不停蹄 根据统计全台受理案件数较多 且未解案的件数最高的 第一名是电信类 第二名是机制尚未完善的线上游戏类 第三名就是补习类 之前是从事一个经济部的 在经济部的书院会工作 那经济部书院的工作的内容 主要是设理一些商标跟专利的一些诉讼案 可是他毕竟还是就像我刚刚讲 他是书面的生理 那工作性质非常的 怎么讲 内向吗 可是我觉得我的个性这样看起来 我觉得目前的工作会比较适合 消保官像这样 针对补习班的稽查作业 每一年都要在各县市上演 台北市短期班 短期补习班的规则 这是学生必须要知道的 所以我们都会要求补习班 在收据或者是报名简章 就是要付这个 让学生知道说 为什么60天前我可以退95% 对啊 没有这个医军或者有 但是学生不知道 那也没有意义啊 他自己的权力不知道 所以我们都要求所有补习班 在任何的程序简章 一定要监制这个 所以一定要查看这个 各位媒体朋友 应该有收到 旁边都有 就是 这个是我们 就是今天 刚印制出来的一个 宣传的文宣 补习班会公告说 他是要 征助理啊 征助教等等这种情形 来了以后 他会去鼓励这些人去 在班里面去上课 去进行这个上课的这种情形 这一季的稽查结果 也在事后举行了记者会 总而言之 消保官的工作 比想象中要复杂得多 有时要像检察官一样 到处查案 有时又得像法官一样 明顿家务士 有时还得充当张老师 开导尊牛角尖的夙愿当事人 那挑起约分有时候 是有一些困难度 有一些充满了无奈 有一些他也是 非常感激我们的民众 有一些也是对我们 意见很多的民众 所以我们同仁 大概都会 要乐观去接受他 因为我觉得这个工作 比如说我们工作的生涯是 二十年三十年 那我这个工作我相信不是 应该不会做到退休 没有那个老的消保官 但是他会在你工作的 这个二三十年当中 他是会让你有一个很深刻的印象 我觉得这个工作没有 台北市政府消费者保护委员会 102年度第四次会议 会议开始 虽然绝大部分的消费诉讼 都发生在都会区 不过全台湾各个县市的消保官们 都在为了消费大众坚守岗位 守护你我的权益 身为消费者的我们 不只要懂得保护自己 更应该尊重买卖双方的权益 做一个聪明又优质的消费者 这样才能真正促进社会的和谐与进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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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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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